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历伟出生在桃园县中立市 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客家人 秉持着客家人一贯的应景精神 让他在政治界慢慢奠定深厚的问证实力 同时也逐渐建立起响亮的问证口碑 我们客家人一直都是比较应景的性格 从过去很多的政治人物都能够看得出来 当然我们的应景就是坚持 坚持我们对的事情 我们对的事情我就一直勇往之前 我们不会跟一些二势力的部分去做一个妥协 担任明代前 曾在中立地震事务所担任过测量济世职位 在几次偶然的助选经验当中 慢慢地培养出为民喉舌的企图与想法 但担任议员的老婆傅淑湘 对于丈夫从政的决定一开始却极为反对 那我听到他要从政的时候 我当下的反应是因为他在开玩笑 那后来他跟我很严肃地说 他决定把公职辞掉 然后来要投入这个民意代表选举的时候 我是非常不能接受 我起先我太太是潜意地反对 那到后来看到我这样的认真投入 他也默默地支持 全民的眼中 房委员是非常亲民 而且服务也非常好的一个民意代表 可是做好了这个民意代表的角色 当然对家庭来讲 没有像一般的父亲先生的角色 能够做得这么完整 虽然无奈 但看到丈夫对于从政的执着与投入 副议员也从当初的反对 到后来的支持 而这样的转变 对于黄历委可说是最大的后援力量 对于每一件选民请托的事 总是不分族群 一师同仁地尽心处理 不负所托是黄仁书委员 自始自终的坚持 在现一年期间 我的服务都是自己亲事服务 因为早期还没有什么助理 所以在亲事服务的过程当中 达成力也非常的高 达成力也让我自己感到很欣慰 而在友人 妻子及助理眼中的他 更是一位一百分的立委 他不会分男力 也不会分你老少 只要你请托他 他没有贫贱 没有富贵 没有所谓富人跟穷人 只要有选民来找他服务 他几乎是不曾推迟的 他都把选民的服务 当作是自己的事情在做 所以 我们委员他对 因为他是从基层的名义代表上来 所以他对这种地方上的事务 跟乡亲的一个服务精神 是很积极的 不只没有官僚的架子 更多了一份悲天敏人的心 而对于弱势族群的关怀 更是皇立委从政以来 不曾停歇的问政重点 我担任议员也好 或是是担任立法委员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都是跟最基层的显明接触 我们看到在这几年的经济 一直不断的衰退 非常多的穷苦人家 我们要更加的去为他们争取他们的潜意 我们更加的要去对他们的这个弱势团体的部分 弱势族群的部分 我们更要去给予关怀 身为中立在地人 对于中立相亲 更有着责无旁贷的问政使命 因为我从小就在中立念书 也在一直都是在中立长大 对中立的事务 我们非常的清楚 而身为立法委员之后 更是马不停蹄地推动陶原县市的建设 铁路建设的部分 要我们积极地第一个推动地下化 第二个我们希望说 把中立把它规划一个非常大的都市 而对于陶原县的未来 它也有着满满的期待与前瞻的展望 铁路地下化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陶原县的宽广 陶原县未来身为直辖市 也能够避免台北市 能够避免台中市 能够避免高雄市 这是我们的期待 在从政道路打拼二十余年以来 始终秉持着客家人的应景精神 一步一步实践他对于选民的承诺 一点一滴完成选民对于他的请托 政治荣誉感 是他自从政以来最念资在资的事情 也正是这样的自律 才让他成为选民心中一百分的立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